最重要的一天 有一位青年去拜访一位智者 他说 法师 请问人的一生 哪一天最重要 是出生之时 还是死亡之时 是恋爱之时 还是事业成功之时 最重要呢 智者告诉他 生命最重要的 就是你的今天呢 青年问 为什么 智者说 因为今天是我们拥有的 唯一的财富 昨天无论你多少值得 回忆和怀念的东西 都已经真实的过去 明天无论你会有多少辉煌 都还没有到来 无论今天多么平常 黯淡 都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有我们自己支配着 青年还想再问 智者说 在谈论今天的重要性 其实 已经浪费了不少的今天 我们拥有的今天 已经减少了许多 今天是我们唯一的资本 也是唯一的机会 今天最应该做的 就是忘记昨天 忘记明天 牢牢的把握住今天 金刚经说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未经许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